女鬼想吃一口人间的苹果 可马上嘴角流出黑色液体 苹果也马上腐烂了 她抱起泡面仔细地闻 她在1934年就死了 从来没见过泡面这种东西 她是为了和情人殉情而死的 两人一人一口毒药 之后在镜子前整理仪表 就算是死也要紧紧抱在一起 于是她在奈何桥下等了整整53年 快到了必须要投胎的时候 她再也等不下去了 决定回到阳间寻找爱人十二少 她先来到报纸想登报寻院 报社要先交钱后登报 如花一个女鬼怎么会有钱呢 她只能为难地说明天再来 看如花十分急切的样子 记者随口一问你等很久了吗 他嘴里默默念着这个年份 在暗自计算已经过去了多少年 接着问今天是几月几号了 得知是3月6号 和她与十二少约定的日子只差两天了 她道别后转身就离开了 记者阿定下班回家了 看到一个手帕从面前飘过 转身再回头 如花捡起了手帕 悠悠地出现在她面前 直接把她吓了一跳 聊天中得知如花要去食堂局 那正好也是她家附近 可她不敢与如花同行 毕竟这女人穿着有年代感的旗袍 说话还奇奇怪怪的 担心怕不是神经病院跑出来的 于是指路后阿定就去了另一条路 她想着吃夜宵缓一缓 可吃的还没入嘴 又看到如花悠悠地走了过来 如花说自己一路跟着阿定 但请她别误会自己是花吃 她有极为重要的事情请求她 这时她看到一旁有算命的摊子 被吸引了注意力 而阿定马上拿出几十块打发她 只希望她不要再来找自己 如花找到算命先生册子 得知离爱人静在咫尺 她欣喜地笑了 而阿定趁机已经到了巴士上 没想到一到二楼又见到了如花 阴魂不散这个词真是形容得恰当 袁永定彻底没了脾气 她心平气和地和如花聊了起来 聊起十二嫂 如花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 随后如花又聊起附近的太平戏院 但袁永定却告诉她 太平戏院已经改建成商场了 还说小时候经常去看陈宝珠的戏 但如花并不认识陈宝珠 反而自顾自地说着奶奶辈的明觉 阿定越听越不对劲 忙问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走的时候我才二十三岁 原来已经五十几年了 阿定吓得连连后退 明白了如花竟然是个活生生的鬼魂 如花安慰她说自己并不想害人 只因来人间见到的第一人是她 又都住食堂局感到有缘 想要寻求阿定的帮助 我跟十二少吞鸦片寻情自杀 约浩手牵兽走过黄泉永不分离 谁知道我到 找他找不到 等他等不到 他做了五十三年的孤魂野鬼 不想到了快魂飞魄散前还做野鬼 希望阿定能收留自己 现在距离三月八日还有两天 他一定会在这两天找到十二少 之后他做牛做马也会报答阿定的 可阿定吓得头都抬不起来 如花只好沮丧地离开了 等如花来到了食堂嘴 这里早已物食人非 如花也不知道能去哪里 阿定见了可怜也看他没有恶意 便好心把他带回了家 可女友小楚看到他带一个女人回来 一入门就大发雷霆 听说如花是鬼后 根本不相信 还一顿地嘲讽他 要求他艳明身份 如花无奈只能如他所愿 他眼神哀怨 缓缓解开气袍扭扣 抓起女孩的手塞进自己的胸膛 让他感到自己没有心跳的皮肤 这才让小楚相信了他 接着他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当时如花是以红楼的头牌 阿姑曼妙的身姿以及优美的唱腔 吸引了很多客人 自然也吸引着别名十二少的富家少爷陈振邦 即使是男扮女装 也让十二少看得目不转睛 而带他换回女装时 十二少更是心中一荡 如花又英气逼人又妩媚动人 而每种样貌都让他着迷不已 久经风月场的十二少 第二天便独自来找如花 如花悦人无数 不会轻易相信来客的真心 一次次地让他肝等 可十二少明白他背后的用意 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 他也乐意奉陪 还为他包好了橘子 经过了考验后的十二少 开始热烈地追求如花 他大张旗鼓地叫人放鞭炮 引来所有人围观 姑娘们都羡慕极了 如花站在人群中镇静地看着男人 烟光闪烁中 十二少像的单纯的少年 笑容中满是诚挚 烟花结束后落下了一对对联 如梦如换月 若即若离花 这收尾两字就是如花的名字 如花有点心动了 但身处风月场中 他还是心存疑虑 他就像对联中所写的那般 若即若离 可当这朵女人花开放时 又比任何人都更热烈 十二少又乘胜追击 送来一张昂贵的铜床 在场的青楼女子 无一不羡慕如花 就连老宝都忍不住感叹 没见过这么用心的男人 如花慢慢地被打动了 他到庙里求姻缘签 看到了上上签 相信这是上天赐给的好姻缘 从此和十二少过上了 神仙都羡慕的情侣生活 爱情的初期都是甜蜜的 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都充满柔情蜜意 十二少爱她的千百种样子 情投意合的两人 不久后就有了许定终身的想法 如花换上一身朴素的装扮 来到十二少的家里 如花姑娘 你真是为风尘旗女子啊 风尘旗女子也是风尘女子 十二少母亲画里藏针 讽刺如花的出身 如花自然是听众的言外之意 她自知自己的身份不求别的 只求能嫁给心爱之缘 可陈太太说什么也不同意 十二少在父亲那也碰了一鼻子灰 一气之下搬了出来 在如花附近找了一间房子住 自此如花也坚守底线 拒绝了客人的非分之举 即使损失了大量收入 还是经常买礼物送给十二少 只要看到爱人在身边 就感到心满意足 但没了家人支持的富二代 天天这么抽烟躺平地过下去也不行 他们日子已经越发窘迫了 为了二人的未来 看着儿子在外面丢人现眼 气不打一出来 命令他们立刻结束这段感情 他们没说几句 十二少就跑上了戏台 用心动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 如花则转过身离开 曲终人散 台上重回冷清 十二少之前送给如花很多贵重物品 但这一次 她掏出了在戏院门口掏来的胭脂口 廉价且精致 她亲手挂在如花的脖子上 这成了如花最珍视的礼物 虽然她收到过无数奇珍一宝 可这是爱人为她吃苦换来的 也成了她坚信爱情的最好证明 但如花心里知道 这样的苦日子过下去 总有一天情意会被消磨干净 与其等到那时的惨淡收场 不如让她和爱人 都在最美好的时候离开 于是他们计划一同殉情 你一口我一口地吞下了黑色的鸦片膏 然后整理好仪容 搀扶着走进卧室 在读发前他们约定好暗号 珍邦 今天是三月八号 现在是十一点 三八一一 珍邦 记住 记住这个暗号 假如来生 我们变了样 或是忘记这件事 只要看到三八一一 你就知道我来找你 我就知道你来找我 听完如花和十二少的故事 阿定和女友十分动容 想不到当时间竟有如此痴情的人 他们决定出资帮如花刊登广告 寻找十二少 他们在香港的大报都登了广告 只要十二少看报纸 就会知道如花在等她 三月八号这晚 如花提前化好妆容 来到他们相约的地方 可等到十二点 依旧未见十二少的身影 还好皇天不负有心人 寻找到古董店的记者 发现了份旧报纸 上面记载了当年的事件 原来十二少并没有死 但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服用了大量安眠药 事情的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当年的如花知道十二少 其实并不想死 如花害怕自己后来被抛弃 便偷偷在酒里加了药 知道苦等五十三年的十二少 没有跟随到阴间 如花崩溃的痛苦 不明白为什么爱人 没有随她而去 楚楚立刻打断了如花的讲述 废话 谁会想死 十二少为了跟你在一起 牺牲那么大 你反而不相信她 还要下毒 没想到你这么阴险 我相信就算她看到报纸 她也不想再见你了 你这个杀人凶手 她不来 我也要找到她 心灰意冷的如花走出房间 漫步在街头上 直到看到一处戏班子 台上的演员 如同当年十二少一样 神采奕奕 让她想起了他们最美好的那段时光 这时如花到阳间已经快七天了 虽然心里有千万都不干 但只要回去喝了孟婆汤 就一切都忘了 就在这时 命运终于可怜了她一次 一通电话带来了十二少的消息 当年的十二少被救活后 败光了家里的家产 成了个跑龙套的演员 他们赶到了剧组 在角落出一个勾勒着身子的老头 正在上楼 如花一眼便认了出来 53年过去了 如花的样子没有变 十二少却已经老太隆动 面目全非 月光透过窗帘照亮十二少哭过的脸 如花靠近她的脸 唱起初见时的那句唱词 53年过去 再听到熟悉的曲调 老者瞪大了双眼 如花从脖子上摘下那个胭脂扣 还给十二少 这个胭脂扣锁了她53年 这段情她挂念了53年 现如今也对这份爱做了个了结 如花为爱不思心想夺走爱人的性命 苦等三十二年 十二少苟且偷生 沦为疯子也是造花弄人 所以这段感情中错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段感情理由好像并没有对错 那是一个风月女和富家大少爷 想要善始善终本来就太难了 不过是爱之深痛之切 如梦如幻月长缺 若即若离花谢早 两人生不逢时 终留遗憾罢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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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